好了,现在呢就来到了第二次减针的环节了 第二次减针几乎没有什么规律 就每一份来讲没有什么规律 但是我们按照自己的规律来减 同样呢,正好满足了每一份里边要各减缺两针的这个要求 这一行同样也是减缺了八针 怎样减的呢,大家看啊,非常有规律 第一针织,第二第三合在一起 看到了吧,又一针织 然后第二第三再合一起 总是按照这样的规律来啊,第一针织 好了,第二第三合在一起 下一针织 第二第三合一起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帧数啊,分成了小份 每三针一份啊 这三针当中第一针总是织 第二第三呢,总是在一起 明白了吧 很简单啊,这一针织 第二第三合一起 大家去数吧,你的帧数啊 一定是少了八针 这一针,这一针又是织 第二第三合一起 好,这一针织 那第二第三正好啊,完成了,合一起 好了,去数吧啊 你的帧数一定是 一定一定是啊,多少呢 一定一定是 减去了八针 变成了现在的 十六针 看到了吗? 也就在这位置你又减了八针 变成了十六针了啊 现在来数吧 你一定是这个帧数的,对不对 好了,现在呢,我们需要啊 到它的反面啊 把这十六针给它织完 不增减啊 原样织就行了 好了,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个 好了然后再次翻过来 翻过来之后呢 这次呢我们依然是按照上次的剪针手法 但是剪不了八针了 只能按照这个规律来 应该我们剪了五针 你看 还是按照这个规律 一针支然后两针合一起 一针支两针合一起 按照这样的规律来的 明白了吗 我们现在就给它相反来吧 我们我看看啊 一个三 两个三 三个三 四个三 你看是这样的 两针合一起 两针合一起 那么我们现在这行 我看看啊是这样来操作的 一针支两针合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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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针支好了 大家看啊 我们还是按照之前的规律来啊 那第一针支 二三合一起 还是按照之前的规律来啊 那这一针支 二三合一起 好 好 又一针支 二三合一起 那又一针支 二三合一起 又一针支 二三合一起 好 最后一针支 好了 现在你看你的针数啊 就由原来的啊 十六针的又变化了 我们数还剩多少 变成了十一针 也就是我们减去了 五针啊 在刚刚这一行 现在我们的所有针数啊 已经变成了十一针了 看到了吗 你去数你的针数吧 pues one two Vous w 明白了吧 好 反面的时候呢 把这十一针啊 知道怎么给他支吗 同样还是这样的啊 两针给他合一起啊 大家看 然后一针支 然后1 2 两针合一起 这一针 是在反面做的动作啊 然后这两针合一起 好了 最后这一针 再有两针合一起 好了 这个时候大家看啊 我们所有的针数已经来到多少 1 2 3 4 5 6 7 已经来到了 7针 这是最后了啊 最后它已经到了 7针 刚刚呢我们是给它剪去了 4针 对不对 好 现在呢 我们需要给它剪断啊 但是一定要留 留的线段长度啊 大家看啊 我们怎样留的 这个线的长度呢 看 这位置20厘米 然后这儿呢 大概是7 8厘米的样子啊 我们需要给它找一根针 韧上线 用这个针啊 给它拿过来之后 然后我们从这儿呢 好了 你看我们这根线的韧呢啊 一定要 你看 一定要跟线的根部之外 然后还有这么长才行 你看它俩是一样的啊 然后这边多出来一部分才可以啊 然后注意了 我们要将所有的这上面的针数啊 这7针要穿到这个针上啊 1 2 3 4 5 6 7 好 现在我们的这个支针就已经完成它的工作了啊 就把它放一边了啊 好 然后我们把它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一定要记住啊 我们要用手拉住它的这个线 而不要拉这个针啊 要拉这个线啊 拉住线就得了 你看这边留一个尾巴就是对的啊 然后我们要在它的内部啊 一定要在内部看 拉紧了之后 在内部我们把它们呢 记在一起 而且要记两下啊 保证它有很牢固的这个作用啊 让它起到牢固的作用 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稍加整理这个帽子 同学们你们看 我们拿这一面当成表面啊 是不是一个小小的帽子 好了 这时候呢 我们所有的那些啊 不需要的位置呢 就已经给它做一个调整了啊 比如四个别扣 你可以给它卸下去了 现在时候小心啊 不要把你的这一针 拉扯的过于 过于松懈了 好厚实的帽子 好可爱呀 这只是西瓜帽子的第一步啊 然后下面那个环节呢 然后下面那个环节呢 我们要在它的表面 我们就在表面 我们就在表面来缝合它 知道了吗 把这个放在里边啊 不用动它 织正正的这一面来缝合 记住了吗 为了让它缝合的时候 不至于把两层都缝在一起 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垫着的东西啊 在这儿垫着一下 然后 大家看啊 这是织正正的那一面 你看别扣还在这儿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啊 我们是直接在织正正的这个表面的部分 将它直接缝合的啊 缝合的时候 我们同样用到的是 这个细针和细线来缝的啊 大家要用双线而不能用单线 我用这个这个颜色吧 如果单线的话 在拉扯的时候 它很有可能就不是很稳固 所以双线会更结实一些 同时双线在缝合的过程里边 会使得啊 两部分呢 更加整齐 如果单线的话 它可能就拉扯的时候呢 会出现一些不好的一些痕迹啊 它就没有那么大的力度 来把它拉扯住 大家看 我们要把它的这一部分啊 看 双线 两根线 一起啊 给它打个结 下一个视频呢 我会教大家 怎样缝合这个帽子啊 而且会缝合的 非常的仔细和整齐 下一个视频一定要看呢 所以你再做一个主要那天啊 我可能尝试了 就能绝对吧 那你也没有过来